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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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瑜 为什么连你的CMN也不开机 聽到留言趕快跟我聯絡 大哥 我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跟你聯絡得上 貝貝 我知道是你 我現在沒有心情 你找我有事嗎 你不要急著回頭 有些事情 我想你看不到我 比較好說出口 雖然你在大家面前 沒有表現得很明顯 但是你其實很擔心大哥對不對 我問你 你真的覺得 打傷你大哥了嗎 你別去顧慮我 你就當我不是劉備 甚至不是這個時空的人 你 你在說什麼 孫上香 幹嘛聯名擔心妳叫我 你就當我不是劉備 我問你 你真的覺得關羽 打傷順策了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 但應該是誤傷 如果是誤傷 尤其關羽 回答我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會生氣的 那妳會怎麼做 就算關羽真的是誤殺了我大哥 我爸也會派指數金威軍 去找關羽報仇 到時候 所有幫助關羽的人 都會變成敵人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我有可能 再也不能留在東漢 雖然我氣關羽 但是我不會參與對關羽的 報仇行動 因為我們是朋友 妳會為我留下來嗎 貝貝 妳這句話 看似有理 但其實是無理的 妳是關羽的大哥 孫策是我的大哥 在這個時間點上 妳有可能為了我 跟我回江東去嗎 我沒有想過 我跟妳分開的原因 還有這個 貝貝 妳到底在說什麼 什麼叫做 我跟妳分開的原因 還有這個 所以 妳已經有一個 假設性的分開原因了 看到韓的分身 讓我不得不面對 我們不適應時空的人 我不是真的劉備 妳為什麼都不說話 還有 妳剛剛 為什麼要說 妳不是這個時空的人 沒有 我隨便說說的 我是想要聽妳知情話 我們走吧 貝貝 貝貝 我才不管什麼原因 會讓妳分開 這輩子 我是帶著妳的 妳幫我 不要像妳大哥一樣 讓我找到爸爸 我絕對不會 讓妳找到了 如果真的回不來 我走 在我收拾之前 我就會打心命給妳的 如果我當時能夠看得見 妳 就不會有誤傷 尊測的可能性了 玉玉 樂觀一點嘛 所謂的可能性 就是 有可能不是妳啊 超錯的沒錯 玉玉 妳不需要自責 謝謝大家相信我 兄弟 玉 妳今天 妳今天怎麼都不說話 有嗎 妳是我們之中 唯一一個到過現場 發現二哥昏迷不醒的人 妳應該最了解 當時的狀況吧 早上妳為什麼不跟大喬說 二哥沒有誤上任何人 結果是因為我去過現場 我才什麼都不說 趙雲 妳是不是看到什麼 對 玉玉 妳看到了什麼 當時的現場很雜亂 好像有一件 不太像位置的衣服 被內力震碎的殘骸 趙雲點出了一個重點 我們應該到暗發現場看一下 只要能夠重回 那些樹林裡的情況 應該就可以找出是什麼真相 阿翔說得對 我跟校長說過 搬走過必留下風景 搬住過必留下鄰居 搬爬過必留下樓梯 所以說 現場一定會留下鄰居跟樓梯 囉 超怎麼突然被他老爸叫去梁州 他老爸要跟他回去 視察他們叫的梁州部隊叫照 好像有意思 要在這幾年 就讓他接管這支部隊 他老爸的梁州群 跟董東的梁州群 都是以票和文明的 大橋 那我們去找證據吧 你也開始吧 你也開始吧 這次從來 你也開始見到 還有幾個車子 有不可怕 有不可怕 就是 有不可怕 還是有不可怕 有不可怕 这个就是阿彻的设计 赵云 你刚刚说的那件 不太像是卫士的衣服藏骸 是在哪位置 大约在这个位置 现在不见了 是被终于拿走了 这确实是我的掌握 我想起来 当时我差一点被一直 如烟烟般 颜色的掌缝击重 同时手上就中一箭 艳阳掌 原来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艳阳掌 当时我闪过掌缝就中箭 没有多加思考 就发了一场 满点功力的行天破 被满点的行天破击重 是不是会全身爆炸 尸骨无存 如果被满点的行天破 正面击重的话 是的 全身会爆炸 是的 阿湘 阿湘 听到了吧 行天破掌印 就在阿策的血上面 这样 应该可以证明 阿策的确是 遭到冠宇的毒手了 冠宇 我知道你百分之一百 不是有药伤害我大哥 但是 我大哥是我心中的神 如果你真的想了他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大嫂 为了你 如果我真的伤到孙总长 我会赔命的 二哥 别说了 到时候 谁不成全我守住这个意志 谁 就是我的敌人 阿湘 周宇已经看我现场了 我相信他 已经看出了什么 你才会叫大乔 不要轻易忘掉 你等周五进一步的消息 为了光你叫我这些大嫂 我会等他 乔大小姐 今天我们收集了很多证据 你可不可以 都无犯希望所有证据 别的阿湘 别墨上周一 你再去看电影 你问如何 你都要亲自 为阿湘保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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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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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go 没有 真的 你 よね 好 之前顯示為離線 不想決聽請不要再打來 很煩 煩 煩你個鬼 平常吵架 不想跟我通知名片就算了 現在大哥都失蹤了 你還顯示離線 現在是怎樣 害我想找個人問 這樣弄的狀況都問不到 周宇審視離線中 很抱歉請留言 他將會以名言諾 是怎樣 現在大家都聯合財政 我就對了 大小小姐 我已經派出我曹家軍的戰艘護隊 在虎牢關附近搜尋 有關孫總長的消息 一旦發現他的下落 他們就會馬上通知我的 謝謝曹會長 喬大小姐 那這幾天 也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吧 我的安全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只要阿策不要出事 就算要拿我的命來換 我都願意 大小小姐 千萬別這麼說 我相信孫總長一定不會有事 更何況 我們手起來是 在鐵時空 喊跟夏天也是這樣的 喊的命運 總是跟夏天綁在一起 休憩一共 是我們堅定的愛情 就叫做運中注定嗎 貝貝我為什麼這樣看著大橋 我從來沒看過她用這種眼神 看一個女生 那這樣我就放心了 你幹嘛一直看著我 你幹嘛一直看著我 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 你有點面熟了 我不覺得以前有看過你 我 可能是我記錯了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班上有個新同學 讓我們的鼓掌歡迎他 謝謝大家 怎麼回事你啊 你轉來幹嘛 大橋要轉來東漢書院 我妹可以來讀東漢書院 我就不行嗎 可是 你是小橋的姐姐 怎麼會跟我們同一個班級啊 我自願降級不行嗎 好啦好啦好啦 看來大家都已經認識大橋同學了 那老師就不多做介紹了 我看要把你放在哪裡好呢 加油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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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人氣挺旺的嘛 好啦 各位同學 那我們來比賽好了 看誰取腳取得快 好不好 預備了啊 一 二 大橋同學 同學 我要坐這裡 你坐前面 好 來同學 那就上課 上課 翻開課本第二十三頁 來來來快點 以後在學校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非常歡迎你來問我 我對東漢書院的事 一點都沒有興趣 還有 在找到阿徹的下落之前 我會一直纏著你 就算你跟我裝好 都沒有用 關羽 你放心啦 大橋 他雖然看起來冷冷的 酷酷的 好像不太友善 但是他絕對是好人 就算纏著你 也不會怎樣啦 嗨 大橋 我是貂蟬 是他的女朋友 你要纏著我的阿長 沒關係啊 我們就每節下課 都一直纏著他 就像無尾熊豹樹那樣 一定很好玩 不知道東漢書叫我 有什麼緊急的事 我這種時間出來見面 真是冒險 很難不被發現 3D又不知道照不照的書 還是快去快回吧 樹林裡撿回來的證據 大家查得怎麼樣 目前沒什麼緊張 大橋呢 他是不是在位置上 小橋 你姐好酷喔 第一天上課 就跳課耶 小橋 小橋 你今天怪怪的 沒什麼啦 大嫂 大哥咧 沒跟你在一起了 沒有啊 他去哪兒 不知道 大哥說他有事 想回會長家一趟 為什麼這麼突然 他沒有跟我說啊 大哥說 他上廁所勾到褲子 所以回去換個褲子 一下就回來了 各位最親愛的同學們 我是你們史上最偉大的校長董卓 由於楊昭君 江東高校學生總會會長順策 在我們東漢書院附近失蹤 為了避免誤會 並繼續保持 東漢書院和江東高校的和諧 我決定任命 呂布為校長特助 協助調查此案 呂布這麼討厭雨 能夠公正的調查這件案子嗎 該不會這一切 也都是種族的陰謀 我可沒有要耍什麼陰謀 我可愛的學生奶奶 不要以小人之心 度過這個原子之父 另外呢 非常歡迎全校同學 都能夠盡心盡力 來協助校長特助 呂布固好好的來破案 依上史上最偉大的校長 我董卓 報告完畢 為什麼這件事情 連董卓也插手 感覺這件事情 越來越複雜 我剛才在上課耶 盟主是不是有什麼緊急的指示啊 呂布 那是什麼啊 哈囉 董卓 送你個蛋喝鬼啦 你要吃熊哥煮的菜 還是吃披薩 阿公 阿公 你怎麼會來這裡 我好想你 我好高興見到你了 是要跟他們好嗎 熊哥跟死人團長 他們好嗎 不要臉 燙燙燙 眼睛紅紅 你們看看 康康鐵時空的手機 戰鬥團團長 跑到雲時空來 結果都被搞糧了 阿公 你怎麼會來這裡啊 你不用手滅了嗎 我們家出了一個 終極鐵客人 還躲得到我來手滅 我才說 林公本來就沒那麼高 那我說林公天天守在那裡 有時候也要抽跑去 來溜溜溜溜溜 你剛剛問我什麼 我有見過 阿公 我問你 為什麼來這裡啊 鄧 我怎麼會來這裡 鄧 盟主判你來這裡 對 十七年前盟主曾經派我 到雲時空來執行一項任務 所以這一次新任盟主 也派我過來 十七年前 是什麼任務 秘密不能說 說了你也記不住 要有健忘症才記得住 那這次是什麼 這次是 忘了 阿公 這次盟主判你來 叫你把耶赫納拉家的正摩三步曲 來帶給修 還有把最後一曲 安魂曲的心法 傳送給他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 好了 都被你講完了 那我說什麼 農子派你來就好了 阿公 不要生氣了 吃塊披薩吧 不要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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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雲時空 因為你的出現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慢慢顯現了 還有魔界的力量 也開始向雲時空擴張了 所以新任盟主 就派我過來協助你 應付現階段的危機 所以你們會留在這裡一陣子囉 差不多 我們會在山上 還在偏地一點的地方 阿公 那我先回東岸樹葉 穿幫了 我再來找你們 那我先走了 到此 不過是阿蘭考慮 我也好多年沒有搞一個理考慮 慢走 那個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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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塊木頭帶回去 說不定還能查到一些現實 那可不是你們被攻擊嗎 像你們被攻擊 大喬危險 神風彩 怎麼辦 停 沒想到 劉備的內功那麼厲害 妳還好吧 我扶妳回去 劉備 妳剛剛那個是什麼武功 好詭異 什麼 喇叭哈 阿倫 那只是我家鄉髒話 妳千萬不要學 只是我使用內功時 沒個發育詞 妳不要學中劍了 走 我不能回去 她傷是怎麼樣 吟不嚴重 劍惡毒 索性無毒 只是普通的劍傷 那就好 貝貝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她對大橋好像跟對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樣 劉備 為什麼你會送大橋回來 張飛不是說你是回來換褲子的嗎 褲子 不是啊 所以說你上大號狗牛賽 就先回來換褲子 是啊 我在廁所遇到大哥 大哥說的嘛 對嘛 大哥 對啦 我 我就就上廁所 一不小心就 你們知道的啦 就狗到褲子了 所以就回來換褲子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就剛好看到大橋從學校出來 我怕他一個人以為嫌就跟著他 沒想到這個人要對他不利 好囉 那就好囉 你一點點到死啦 先到死啦 大橋 你知道是誰攻擊你嗎 不太清楚欸 一切來得太快了 報 說 有張飛先生的快遞 是 謝了 大 大長 妳知道為什麼有要送一個竹筒給我 這個竹筒不是要給張飛的 是要給我的 而且是我大哥叫人送給我的 小時候我們兄妹玩打仗遊戲的時候 都是用竹筒傳遞秘密消息的 真的是阿社送來的嗎 那他嚇人怎麼樣 特朗士你在哪裡啊 大橋你先不要急 我也還沒看看竹筒裡面有什麼 張飛你可以把竹筒拿過來給我看看 你來看看嗎 牙箱的東西為什麼要指名送給我 如果直接送給牙箱 會不會背後一謀者給藍姐 那為什麼要選擇我 我想是周瑜的選擇 在所有人當中呢 會收到看不懂的東西來問大家的 就只有你 我們其他人如果收到了 你只會若無其事地把你丟掉了吧 喔 是喔 這麼了解我 我從來沒看過事務員千俏班不工作 說道理照樣順 不寧願 搶事情 孫總長的國文好差喔 這句話一點都不順 孫總長寫這段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想 這應該是一封密歷 真正的訊息 就藏在字裡面 阿翔 你知道怎麼解嗎 從小啊 我跟我哥上家教課的時候 都會用這種方式傳紙條 這樣就算被老師發現 他也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囉 你們看 我沒事先不說照顧喬 大喬 我大哥還要我照顧你喔 所以說 阿翔還沒事喔 嗯 小大小姐 孫總長 總算是沒事了 那我二弟也可以 洗刷 傷害孫策的協議了吧 太好了 二哥 不過話說回來 真正要傷害孫總長的幕後指示人 到底是誰 孫總長為什麼要透過張飛 傳祕令給阿翔 卻不親自出面呢 莫非是董卓 一定是他呂不敢的 他這麼憎恨二哥 一定是他傷了孫總長 然後叫後給二哥 大家先不要亂猜 就算是董卓搞的鬼 我們也要找到證據 各位 我大哥有交代 先別對我輸出他平安的這件事 我想請各位幫忙 不要輸出去 是 蔡小姐 周瑜 你幹嘛都不見C-Man 我抓你找得快急死了 阿翔 在C-Man裡不要談機密的事 請你轉到大橋 請他先留在東漢書院 為什麼 你就先別多問了 周瑜 阿翔 其實留在這裡也好 剛剛曹會長說得對 阿翔的事有太多疑點 我想要慢慢查清楚 好吧 阿翔 阿翔 你不要太擔心 任何事情 我們都可以一起度過 要你牽著我 我一輩子都不會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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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書社 阿翔 我們好像很久沒有一起度過 感覺好幸福 因為我們這麼幸福 所以我特別可以體會 阿翔在逗失去孫總長的感傷 阿翔 你好善良喔 我想大橋一定是來跟孫總長 獲得屬於他們兩人的世界的 希望孫總長的傷 現在全綠了 嗯 對了 今天輪到我先說囉 阿翔 這是我第五十六次對你說 我喜歡你 嗯 阿翔 這是我第六十三次對你選 等一下 阿翔 我婚帥期間的這七次差距 可不可以讓我一次補齊啊 當然不行啊 這是我們愛的紀錄 當然要真實啊 可是我總覺得 這是個不祥的差距 不祥 因為這個差距 只有在你出狀況的時候 我才有機會追過啊 可是 這不是我希望的啊 不要猜 你不用想那麼多 我不會出什麼事了 我會收囉 嗯 不要猜 這是我第六十三次對你說 我 我 阿翔 你怎麼了 阿翔 只是 感覺到胸口 突然痛了一下 沒事 沒有關係 繼續吧 阿翔 這是我第六十三次對你說 我喜歡你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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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情況怎麼樣 阿翔 他的內息越來越混亂 但是又亂中有序 我從來沒有遇過 這麼詭異的症狀 我想要不是雨 有深厚的內力底子 恐怕現在 精脈已經大亂 花脱 这还是跟女巫传授给二弟的侦叉剂 有关吧 如果没错 应该是侦叉剂导致 难道真的寄女巫之后 二弟也要走向文化之路吗 花脱 你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医生 我求求你救救阿长好不好 不要让他再感到这么痛苦了 我想现在只有董卓有办法救关羽了 董卓 为什么 因为二弟会这样 是受了侦叉剑所影响 而侦叉剑 是董卓教吕布的内功心法 所以 吕布原本的计划好像陷害二哥了吗 可是 侦叉剑可以借王允校长和二嫂 他会是不好的内功心法 如果不好 他赶我传说给你过 这好复杂 大家不要想这些 现在最重要的 是旧二弟 迁就关羽比较重要 看来 只能针对董卓来想办法 你有想到什么办法吗 我还没有想到 等我想到会告诉大家的 二哥安二嫂 真是多灾多难 一族的牛床还病床上面 真是可以有衰神负神 这衰鬼吧 衰鬼最衰宝 差不多 还是这个床有问题 大家不要再乱猜 先让二弟学往下 走 我只要董卓可以救阿昌 我只要董卓可以救阿昌 付出任何代价 我都一定要救你 我真的很担心我二弟 会因为侦察机的魔化 阿湘 你有没有办法 让董卓 来解救二弟身上的侦察机 其实 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但是 应该可以试试看 我当阿湘 你这么聪明又机灵 你一定可以做到 那 既然 你的阿湘这么聪明 是不是应该给他 一点奖励啊 贝贝 怎么会突然脸红啊 我说的是奖励 难道 你又想偷亲我的吗 没有啦 所以 你一点都不想亲我咯 那你要给我亲吗 喂 哪有人要亲人家 还有先问过的 真是没亲掉 我说的 是那个 是 这是我刚遇见你的时候 和你写的一首歌 歌名叫做 天使的距离 真的吗 贝贝 你把我比喻做天使哦 我已经完成部分demo了 那一天 那一天 那一个瞬间 遇见了你 世界忽然有了意义 每一分 每一秒被你牵引 好想保护你 却又不敢靠近 却又不敢靠近 如果反而爱上了天使的笑容 该怎么拥有 是否 是否你愿意 离开我了 梦醒了 还剩什么 我要的幸福消失了 你的心曾经属于我的 那流星 闪过 我们许下一个愿望 要在一起 就不分离 你怎么放弃了 星空在闪烁 像你的眼泪悄悄划过 当你放开了伤开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 舍不得我 泪光在闪烁 而我的眼泪 忍住不敢坠落 我还留在黑暗中守候 你却已经 越越离开我 有过的快乐 我都记得 回忆还旋转着 爱怎么停了 我们都累了